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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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圣经 Card Game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件主要是最重要是保持上代的器权设计 扭物和既拍摄影师 看清楚者 材货 Prod evenly 但我的想法就是假如你只需要一部GR 細機放在手上 你不需要很快的速度 例如你像一些司機上那樣 那一部GR 去超市拍一些青椒拍一些雞蛋 然後對焦很快 那你不如買一部二手的GR 或者買一部貨尾的GR 2就算數 就四千塊就有交易 二手的兩千多塊就有交易 那真的不用捱這些是七千多塊 只剩下一些雞蛋糕給我們那些真壞的攝影師買 那當然啦 我之前覺得一件事就是 用這些機器要一定程度的適應 那至於質素如何呢 我繼續試給大家看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這一批相 就是我試機當日呢 就在深水埗鴨寮街呢 利用RICO的GR第三代進行的街拍照 這一批相的特點就是 現在你所見的全部都是相機直出的 我意思就是說呢 沒有進行過任何的後期剪載 你看到畫面呢 比例3比2就是我當時拍攝到的比例 即是說沒有做後期製作的再剪載 那我感覺呢 這一部第三代的GR 確實是比第一、二代 是明顯對焦爽了的 但是呢 沒有我預期這麼快 這個是事實 因為它原先都說到很快的 但是結果呢 我覺得它只是比 呃 在使用上的意思就是 它始終是比不上單反 或者無反相機 但是確實呢 這一部相機 已經比上一兩代 有很大的改善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呢 它最大的改良 其實是在那個避震那裡 因為它加了一個機身的避震呢 就使到街拍的時候 信心大很多 事實上過去呢 很多我的街拍照呢 都是 呃 有時是 特別是低光的時候呢 你無可避免地 有時是會 有一些 啊 震動的 呃 我意思就是說呢 就 我已經拍照的習慣 我不會停定 相機來拍 那所以呢 現在有避震的話呢 那個是 準誠度就會高很多了 所以 你現在看到這些相片呢 全部都是 呃 利用一個很快速的方法呢 就不要停定地去拍的 啊 雖然你看到它這個人是 站在那裡的 但是我是沒有定的 在一秒間我就過去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部 CIO第三代的話呢 確實是比較爽的 一部機 呃 坦白說是 對於如果適用的話呢 這部是相當好的工具來的 OK 在繼續分享之前呢 那就是 希望大家呢 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啦 那坦白說 在香港呢 做一個粵語的 攝影頻道 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就是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 香港的 或者講粵語的 攝影朋友呢 就給點支持 給點鼓勵 假如你覺得這段片 是OK的話呢 希望大家給個 Like啦 轉發給你 適得的攝影朋友啦 那 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的頻道 那還有呢 就可以按下那個 小鈴鐺符號啦 那當我有新片出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OK 那言歸正傳 說回這部紙牛3 那 很多謝 蘋果日報 果子的朋友呢 邀請我 在當天呢 和他一齊來這裡 試用這部機 那他們也拍了一段片 出了一個報道的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回他們的網站 就應該找到了 那就 那在那天呢 其實呢 我自己也帶了我部紙牛第一代 去試的 那就 有些朋友都問我 其實會不會 紙牛第三代 被稱為這個 街拍之神 這個 講得過龍了呢 那確實呢 我認為是過龍的 為什麼呢 街拍之神應該是一些 出色的攝影師 那坦白說 例如 暴獵蟲 Robert Flann 就是很多 很多在歷史上 很出色的街拍攝影師 都是的 那講到器材 其實不同的 攝影師有不同的選擇 GR3是一部的選擇 那我用的GR是另一個選擇 那說真的 其實是 其他牌子的機 都可以是做街拍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街拍的話 你不需要一窩蜂去找紙牛3 你用舊的GR也好 富士那部 APSA 那些 輕便機有好機 很多機都可以的 所以這都是個人選擇 那以下 接下來 我就會 在同一天 我利用了 第一代的紙壓 去做了另一輯的街拍 那接下來 你可以看看 比較一下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對我來說 其實兩部機都是這樣用的 都是一樣可以這麼準確 那 關鍵在於你懂得拍 或者不懂得拍 所以掌握瞬間 是相當重要的 那 那 接下來 大家看到這幾張照片呢 就是我用第一代的GR 在試用GR3的同一天 大概早一點時間拍的 那這一批照片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是全部是全製作的 是沒有做任何的後期展賽 你都看到的 那個 無論畫面的結構 或者是那個瞬間 其實都很準確的 那 坦白說 那麼GR第一代呢 那對焦真的慢 那 GR3 第三代呢 那對焦真的快很多 那 但是 只要你懂得掌握的話 那 其實這個快慢的差異一點 那 其實是不影響的 關鍵是在於你 懂得去看 去觀察 去發現 還有你懂得 去移動到一個 準確的構圖位置 那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街拍其實真的需要學習 或者是需要練習 需要去理解 那 你練得多的話 就不做得好 那 沒有意思是 在一個講相機的影片裡面 就好像拖遠了 那 接下來呢 我在下一部份 就會和大家 給大家看看 我去 將第一代和第三代 兩部GR 做一個 影像的ISO比較 那 還有在最後那部份 我就會和大家 試一試 新這支鏡頭 其實漂亮成怎樣 接下來這一組照片 我就是比較 GR和GR3 在不同ISO的表現 那當然 我將影像轉了做 影片的話 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呢 以我觀察的話 很明顯 指鏡頭3 高ISO的表現 是會 遠遠 贏了 第一代 那 我覺得 大概 贏了一兩級ISO 左右 即是說 以前 用ISO800 現在 可以去到 1600 甚至3200 出來的表現 其實相差不遠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件事的話 都可以值得一些 認真的攝影師去轉 當然 如果對於一些 經常在 救光的環境 拍照的攝影師 或者你買部機 只是玩一下的話 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追 這個差異 實際上 第一代 或者第二代 GR 在市場上的價錢 真的相宜很多 我真的不想和大家 火上加油 鼓勵大家去買這部機 接著這部份 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對這支 新的 第三代鏡頭的測試 這些 你可以看到 是極度放大的情況 影像都相當清晰的 甚至一些低光的細緻位 都看得很清楚 鏡頭去到四光圈 我不覺得有黑光 整體來說 這支鏡頭 是相當銳利的 這批照 跟著 做到一個 比較大的 放大 特別是黑白模式 都相當好 這個也是做很大的 放大 都很清晰 細緻度都相當高 這個是比較 令人覺得 很厲害 接下來這一組 就是我拍攝模特 試一齊 這一部 之後第三代 內置的影像 模式 坦白說 對我來說 我未必會用這些功能 但有些 如果喜歡拍黑白照的朋友 你可以不妨試一下 內置的黑白功能 這個正片模式 我覺得都相當好玩 所以這部機 合不合你 大家決定 如果你想看我詳細報告的話 可以去這個網站 分享到這裏為止 多謝各位 記得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為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可能會在一起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按摩 按摩 訂閱我的頻道 我等 Af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